喂,大家好,这支影片呢,我们要示范一下课本立体的2.4.5 那课本立体的2.4.5呢,其实就是要帮大家回顾一下一个物理量 叫做有化学反应的质量平衡有关的物理量,叫做degree of completion OK,它这个题目设计成这样,然后它叫你求degree of completion 这个反应degree of completion是多少 OK,那这个degree of completion它的定义是什么呢?这不要忘记了 这个degree of completion的定义就是这个limiting reactant,就是限量反应物的reactant 这个限量反应物的转化率就叫做完成度 然后这个立体呢,是要跟你说有一个反应呢,是A加3B加4C,这是化学平衡是长这样,然后那product是什么呢?不知道长什么样子 它虽然说没有跟你讲product是长什么样子,但是不影响我们这一体去计算这个 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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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完成度,degree of completion 那它的设定是一开始在input里面A有1.2mol,B有2.4mol,C有3.6mol,OK 然后经过某个反应了一阵子之后,然后最后呢A剩下0.5mol,然后呢就在这个条件设定下,然后就问你说这个反应的完成度目前是多少?这个反应的完成度目前是多少? 那这个完成度我们刚刚有提啦,这个完成度呢就是限量反应物的转化率,限量反应物的转化率所以呢,这个一开始呢,我们必须要先知道在这个化学反应里面呢,谁是限量反应物 在化学反应里面谁是限量反应物,那要判别这个限量反应物的话,需要去计算什么呢? 需要去计算这个最大反应程度,需要去计算最大反应程度,OK 所以一开始呢,我们去计算就是ABC的最大反应程度是多少? ABC的最大反应程度 最大反应程度呢,是要让你求这个,不是求,是要让你去判断呢,谁是限量司机,谁是过量司机 那这个最大反应程度呢,定义不要忘记了,它是假设这个反应物呢,完全反应掉了,所以它这个反应物剩下多少? 那0,那减一开始是多少?A一开始是1.2m 那化学基量是数,系数是多少呢?它前面这个这边没有写,就是1吼 那它因为是反应物,所以是-1哦,不要忘记了,前面要多一个负号,没有负号的话会怪怪的 那B的最大反应程度是多少?一开始它反,假设它完全反应掉,所以最大反应程度就是,假设B完全反应掉,然后扣掉呢,一开始2.4,然后它的化学基量系数是-3 那C呢,那最大反应程度是多少呢?0,扣掉3.6,然后呢,化学基量系数是-4 OK,然后你去算算看,OK,看谁比较小呢?这是1.2,这是0.8,这是0.9 那我们发现呢,这个东西呢,这个B是最小的,这个B是最小的,OK 这是最小的嘛,0.8是三个数字里面最小的,所以呢,我们就知道呢,B是限量反应物 B是限量反应物,OK,好的,那我们现在要计算这个转化率,然后呢,就是要去算这个限量试剂的,完成度就是要去计算这个限量试剂的转化率是多少 那我们也知道B是限量试剂的,所以我们就是要去B的转化率是多少呢?XB是等于多少呢?我们现在就是要去计算这个东西啊,这个B的转化率是多少呢? 那这个转化率的定义呢,别忘记了,转化率的定义呢,就是你反应掉,然后除以你一开始进去的量,进去的量是多少 那这个反应掉的,反应掉的墨数要怎么算呢?就是你一开始,一开始的墨数 一开始的墨数扣掉你最后B剩下的墨数,OK,然后除以你一开始,这个你的B一开始有多少的墨数,所以这个就少在最后再乘以百分之百 这个就是你的转化率,B的转化率哦,OK 就是B的转化率是这样算的,那B一开始的量是多少呢?这一开始它已经有给我们了啦,已经有了了,OK 所以我们现在剩下的工作就是说我们要找出说,这个当A反应掉剩下0.5的时候呢,这个B呢,这个所有的B剩下多少呢?要怎么把它算出来呢?OK 然后这个东西要怎么求呢?这个就不要忘记的,我们要利用这个,这种化学计量计算,化学计量我们需要用这个反应层的计算 那我这边只有一个化学反应,它就只有一个反应程度,那这个化学反应的反应程度是多少呢? 我们这边呢,所以拥有可以用的资讯就只有A是给的最完整,A开始1.2,然后剩下最后反应一段时间之后剩下0.5 然后呢,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呢,来做这个化学计量计算,所以有NA in-NA out,然后呢,除以这个A的化学计量系数,那A开始呢,有1.2 那现在它只剩下0.5,OK,那化学计量系数是多少呢?那是-1哦,OK 所以呢,它的这个化学反应,这个化学反应的目前的反应程度是多少?是0.7啦,OK 0.7啦,对,应该是0.7吧,诶,我是不是有算错,NA in-L-0.7,抱歉,是-0.7 诶,这个我没有算错 啊,抱歉,我这写反了,看一下怎么觉得这么奇怪 怎么会是负的呢?这个不应该是负的,哎呀,抱歉,我这边写反了,呃,这个是呢 诶,这边应该是,哎呀,你看我这个反应程度,你看我自己这样算的算的就忘记了 OK,反应程度是,OK,NA,NA out,然后剪掉NA in,OK 这才是反应程度,啊,我靠,你看这个,看我自己都会忘记 OK,这样才对啦,那0.7啦,OK,然后一个化学反应只有一个反应程度,所以呢 我们也一样,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关系式呢,我们就可以求出这个B最后剩下多少啦 NBout,然后剪掉NBin OK,然后呢,这个B的化学剂量系数是-3,然后呢,NB,B剩下多少不知道 那是我们,我们知道它一开始有多少,是2.4哈 然后最后这个东西呢,会等于0.7啊,这个C我们刚刚也算出来了,所以呢 所以呢,那这样写不对,应该这样写就好了 OK,所以这两个次呢,我们把它等号等一等,最后呢,你就可以算出来是多少呢 我们最后呢,NB,最后在这个状况下,我们最后NB剩下多少呢 在这边好了,我们最后呢,这个NB最后计算出来呢,它会 它会,它会剩下是0.0.0.3哈 OK,那所以呢,我们的这个B的转化率是多少呢 就是2.4,然后2.4扣掉0.3,就是2.4分之2.1 对,就等于大概是0.0.875吧 0.875 OK,就是87.5%的意思 OK,所以呢,这个就跟你讲说,我们这个反应呢 这个目前来讲,这个反应到这个时候呢 它的转,抱歉,它的完成度是87.5% OK,好,这边呢,这个化学计量计算也是同时告你复习一下的一些化学计量系数 一些计算的一些,要常用的一些物理量啦 OK,最大反应程度啊 对啊,然后反应程度啊 然后呢,还有转化率啊,什么这些东西,它定义什么啊 然后这个呢,这个限量反应物的转化率,这个完成度这个东西呢 这个定义呢,你也请你要务必要把它记下来 因为这个东西也是要你记的,这个东西是要你记的 这个是,这个,这个,这个是毒化工的 这个必,是一定要记这个东西的 这个就是你的尝试啊 毒化工,你毒化工的尝试 OK,这个degree of completion就是限量反应物的转化率 这个量呢,你们以后再用那个化学反应工程的时候呢 这个,这个东西呢,会常常的用到 OK,好的,这个就是立体2.4.5 OK,那剩下的东西呢,我们别的影片再聊啦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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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